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Blender 的Video 編輯 在多解析度上面的 影片的時候我們會 發現 影片跟聲音 有著不同的長度 這是由於 Frame rate 與影片不一致的關係 只需要在右上角 將Frame rate 修改為正確的 速度即可 有時候影片跟聲音 會有些許的差異 這沒有關係 再者 我們在 合併不同解析度的影片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 如 preview這裡 的情形 由於 橫式轉直式的關係 影片的 正確的解析度 已經跑掉 這時候 我們可以在 右下角的屬性列 找到offset 點選offset之後 它就會回到原來的 正確的 解析度 可是這時候呢 因為 因為 直式的關係 會有空白 這 這也是沒有辦法 要解決這個的方式呢 有兩種 一種是 我們將 我們將 直式的影片 局部放大到我們所要的解析度 達到全螢幕的效果 另外一種 則是 將其 旋轉為橫式 如果需要旋轉為橫式的話 就必須 就必須將 影片 旋轉 這個待會我們再 進行 我們先將 影片 位置置中 首先在 Position X 地方 按住滑鼠的左鍵 拖曳 我們就可以把 影片置中 在Y軸的部分 也是一樣 我們先來介紹第1種方式 第1種方式是我們可以 透過放大與縮小 把 影片 盡可能的 符合我們 螢幕的大小 盡量不要上下流底 這時候我們可以 新增一個 Transform 新增 Transform 我們可以看到 Transform功能有很多的 調整 第1種方式是 我們把 影片 放大至 我們需要的 解析度 另1種方式是 將其旋轉 到我們 需要的 格式 由於是直式轉橫式的關係 橫式轉直式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 將 一片旋轉90度 然後再將其 放大 到我們需要的 大小 按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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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话,我们就可以达到两支影片的解析度相仿 同时上下也不会留下太大的空间 在两支影片的中间,我们可以加上一个过场效果 这里选择螢幕除了方式来做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除了这种效果以外 我们也可以以双边抹除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也可以以圆形的方式来进行 而这种就是中间扩大到前一幕 最后我们利用Ctrl F12把影片做最终的输出即可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针对 以Blender针对 多解析度的影片来进行处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